來 林護理長 我是護理師 我是ICU護理師 在家務病房 其實是 大家都說是最陰的地方 但是因為我待會兒要回去上班 所以我不想要講家務病房 OK 好 那妳這個故事是 手術中病人 靈魂出竅 對 我們之前就有一個病患 然後他就是也是 因為重大的車禍 他的腦出血 然後需要開乳手術 然後後來他開乳手術開完了 就回到我們家務病房 然後他就 過幾天他就恢復好了 他就告訴我們護理師說 護理師啊 我要感謝那個 就是幫我開刀的組織醫師 還有那個 其中裡面手術房的六個人 就是還有一個禿頭的助手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胖的護理師 他說 我們護理師問他說 你怎麼都知道 你是後來有去查什麼 他說 沒有 我在被開刀的時候 我整個靈魂就浮起來 浮在天空 然後就看著他們開刀 看著我的頭顱被打開 對 然後他後來又自己飛下來 然後走到組織醫師後面 然後看著他就是怎麼樣被開刀 然後看到自己的曲體 對 被切來切去 切來切去 對 有沒有開好這樣子 然後我說 後來呢 他說後來醫生說成功了 然後他就趕快跑回去他身體 然後後來醒來了 就在家後病房裡了 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 如果沒有成功 他可能會在後面掐那個組織醫師 對 後來我們就跟組織醫師講這件事情 我們就說 組織醫師就是病人有在反應這件事情 會不會是他腦部放電 然後產生什麼幻覺什麼的 然後結果我們組織醫師這樣說 沒有 沒有 其實靈魂出 就是靈魂出竅是很正常的 你不知道開不好的醫生 他要那個 你看那個外科醫師 泌尿科羅醫師後面背幾個 背後有很多包皮在後面 很多包皮 美國有一個神經科醫師 寫了一本著作 他有暢銷 他自己是神經科醫師 他也有冰死的經驗 公信力無比的強大 因為他也是靈體 然後扶在辦公室 然後呢 他的醫院的同仁 就是他的醫師 算是朋友在幫他開刀 他親眼看到這一幕 然後手術失敗 他也沒辦法去掐死那些同事 他就繼續飄飄飄飄飄 然後就跟很多冰死經驗一樣 看到一道光 然後往前走 然後有一個小女孩 跟他搖手 不是揮手 是搖手 你不要過來 不要過來 你不要過來 那個小女孩是誰 他也不知道 四隔三年以後 他在那個家族聚會當中 然後查看以前的相本 赫然經見那個小女孩 是他同父異母 等於就是他 不能講妹妹是姐姐 因為那個人在三歲的時候 就找妖 那他這一輩子也沒見過 因為同父異母 有時候大家各自跟自己的爸媽 沒有見過他 那人時候如果你有親人的話 即便你們沒有見過面 但有血緣關係 該來他就叫你來 不該來他就揮揮手 叫你走 來自一個神經科醫師的一本 暢銷書 謝謝 謝謝 恐怖了 來 我們妙科的羅醫師 我們來請羅醫師分享 所以你要講的是 包皮鬼故事嗎 包皮鬼上身 沒有 不是 走廊監視器拍到不明物體 那其實監視器在醫院 各個角落都會有 那除了在一般的病房 因為一般病房是 有病人的隱私的 因為他可能要更衣 或什麼之類的 那唯一病房裡面 唯一的例外 有監視器的是 那個家戶病房 因為我們要隨時去 那個看病人的狀況 那也需要錄影 因為家戶病房 剛才有提到說 就是一些比較危急 那比較 生命跡象比較危險的病人 那我發生這件事情是 就是 之前在當實習醫師的時候 然後你也是實習醫師 實習醫師 實習醫師可能八字都比較輕 對 就比較猜 12點一到 那 剛好是小夜班接大夜班 然後護理師就開始去尋訪 尋每一床這樣子 然後順便交班 結果我就一個人在顧護理站 沒事沒事沒事 結果 突然 那個護理站的那個 電話就響 就是那個護士鈴 沒有聲音 這麼奇怪 13床 過了一下子之後 又響了 又是13床 我又接說不要玩 是誰 這樣子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是沒有聲音 我這時候覺得怪怪的 那我就 好 掛一下電話之後 我就 慢慢的 就是 走向他們護理師 十一二床他們的那些護理師那邊 想說 問他們說 是不是你們 在尋訪的時候 順便去那邊 二床 想那個護士鈴嚇我 這樣子之類的 就他說沒有 沒有 13床我沒有住人 沒住人怎麼會響鈴 越聽越毛 護理站我也不敢回去 我在那邊陪他們交班 結果他說 那我們一起回護理站 然後回護理站 我就跟他們說 你們剛才 我剛才在那邊接到兩通 護士鈴 一通有可能是錯覺 或者是說 值班太累了 沾望 對 沾望 那護理師聽一聽之後 也覺得很奇怪 13房明明就沒有人 那因為有監視器 雖然沒有住人 但是 加護病房那個監視器 是會持續一直錄的 第一房 第二房 第三房 這樣慢慢切 一次切一個畫面 一個畫面 切到第三房的時候 一切下去 整個畫面都是暗的 就只有看到那個床是在 中間 因為沒有人 那這時候 你就突然看到那個畫面一閃 一個很大的臉 就在那個監視器的上面 你可以看出它是臉 但那個監視器很高啊 你怎麼可能看到那個是 就正常人的臉怎麼會 貼在那個螢幕上面 大家都嚇死了 很毛很毛很毛 大家就趕快把監視器關掉 再打開 又沒事了 就是只有那張床 沒有人的床 結果大家這麼多人吧 應該也不用拍 因為我們都是醫護人員 比較不用害怕這種事情 我就說 那我們就一起去那13房看一下 一開一個門 門一打開 結果白色的煙衝過來就沒了 好可怕 對 然後後來去問才知道 那一床也是那天早上才 剛送走一個陪陪 好可怕 所以還不能隨便看監視器 因為其實監視器它那個 有些照的是 它跟我們人眼照到的那個頻率 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有些監視器是 真的會看到這些東西 請回座 謝謝 謝謝 連事件真的無法解釋 所以大家就是要 不要去冒犯一些地方跟事情 也不要音樂廢時 就像有人說 睡覺的時候 那個手機放在枕頭旁邊 會得腦瘤 受到驚嚇 就把枕頭丟掉了 就搞錯重點 看那個報紙之後 社會殺人事件很多 嚇死了 他以後不看報紙了 就是 雖然醫院很多靈異故事 但是我們該去醫院還是要去 還是要去 對 保持平常心 所以不能音樂廢時 對 這個有時候 看個人大致而輕重 會遇到 不要說在醫院 在攝影棚都遇到 其實剛剛後面幾個飄一飄就 我沒有 你不要亂講話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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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